我是叶瑩飞,今天讲乔风和慕容博的武功,哪个比较厉害呢? 首先介绍一下慕容博的来历 慕容博乃先碑大燕时代,皇室后裔 慕容博修炼的武功有参合子,抖转星移 慕容时的家传剑法 另外,还有学得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盆若掌 《无上劫子》、《黎花子》、《寒魔杖法》 接着简介一下乔风的武功 乔风身兼少林、丐邦两家的武功所长 绝学为丐邦寒龙十八掌、打狗棒法 还有少林的龙爪手、寒魔杖 还有一门极油的擒龙宫 乔风将至刚至猛的寒龙十八掌 游合这个自由擒龙宫 将寒龙十八掌的威力推上这个顶峰 乔风和慕容博的武功哪个厉害点呢? 我们可以参照 萧峰和萧远山给轻功时 两人用了两个时辰 奔跑了一百余里 两人一前一后 萧远山脱不了乔风 乔风也追不到萧远山 这就说明两人的轻功差不多 但是到了萧失山上的时期 慕容博揭穿了他的身份逃跑之后 萧峰父子追上去 萧远山和慕容博的轻功差不多 所以追不到慕容博 但萧峰就追到慕容博 还向他发了一掌 震到慕容博手臂隐隐发麻 这就证明在这段时间 萧峰的武功境界大有进步 已经超越了萧远山 而萧远山供应是和慕容博的水平一样 不分胜负 这就说明萧峰在绍失山上 已经胜过慕容博 这个就是叶迎飞对武术的解读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